播报新闻其实很紧张的 不过继续下来这个奖项 也是大家都很紧张 我们要颁发的就是这个 综艺主持人奖 等一下 这个佩晨 我之前听说这台湾女生啊 都是温柔 体贴 善解人意 好像你们飞哥金钟奖落选之后 林志玲当场给了她一个拥抱 那么今天在这里我也失败了 最受欢迎也在这个榜外 所以 都说过了 抱抱是志玲姐姐的专利 我跟你high five 我们再接再厉 真的哈 耶 耶 谢谢 好了 现在可以播报这个 颁发这个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 对 同性大奖2005 最佳综艺主持人入围名单是 王禄江 代表作 我陪你去购买 我的工作就是用嘴巴奖 不停地奖 一天奖到晚 如果说我对这个奖心不痒 没有任何的幻想 这也只不过是奖奖而已 希望我这次入围可以上台奖一奖 不要只是坐在台下胡思乱想 王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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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作绝对superstar中决赛 能够入围我 我只有一句话 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 有我就没有他们 有他们就没有我 请 启动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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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作有话好好说 本来不敢说 现在敢敢问了 慢慢说 对了 所以这一集呢 我们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讲 这个其实对手比去年还强 那很多的这个入围者都会讲说 入围已经是一种肯定 但是我觉得这是有一疑 因为肯定入围才对的 对不对 因为都已经入围了嘛 已经被肯定了嘛 所以说 就算是入围已经是被肯定 但是我觉得说 要拿奖的话就肯定了 终其代表作原来就是 其实无所谓啦 其实无所谓 谁得奖都没关系 只要不是那个爱扫兵的王禄江 很多话讲的李国黄 有你就没有他的王建夫 还有原来就是你的 陈怡凤 就OK啦 陈怡凤 代表作原来就是你 在这一行从来没有入围 死定了 终于入围了 肯定了 现在等待上台领奖 很不安定 很怕 可以不安吗 好 欢迎我们的颁奖人 焦焦 还有康康有请两位 那是因为你坐很远 天明 这很凝 焦焦哥啊 康哥啊 什么叫尊重 什么意思 你看 颁奖两个项目 就换两套衣服 对耶 你一套衣服从头穿到尾 我时间不够欸 但是我也是有换的 我换了一个戒指好不好 我也是有诚意的啊 但是說真的康康 你在新加坡好像混很久 你來過幾次 五次啊 就是來錄影 來工作 有沒有什麼推薦的 因為你常常到處去十字路口 有啊 這邊的東西很好吃 沙茶啊 沙茶 還有那個 那個叫什麼肉骨茶 肉骨茶 還有那個 那個叫什麼拉薩 拉薩 有嗎 還有那個一個東西我要推薦給你說 什麼什麼 雞蛋 這個附近的那個田雞粥 你要講清楚一點 我講話比較慢啊 你把大家嚇死 再一次… 就雞蛋附近的田雞粥很好吃 李國皇帶我去的 李國皇帶你去的 對 聽說這個李國皇是新加坡的康康 那表示他一定也很幽默 是不是 不是 那是因為他也很醜 真的 你這樣 你剛剛還說要尊重大會 尊重弘星大獎 我覺得你要親自下去跟他道個歉 因為我跟他很好嘛 真的嗎 對啊 那我們下去跟他聊一聊啊 好啊 可以嗎 有沒有麥克風借我們 我們下去跟幾個入圍者 這是大獎耶 對啊 直接拿這個嗎 不 你很怕喔 不要這樣子 他很怕 你… 你… 你在內地早就被帶走了 不是 哎呀 掌聲恭喜 我來… 無謂入圍者 對啊 哎唷 那麼李國皇 你好 嘿嘿 哎唷 是要這樣 所以 詹怡鳳 他的意思也說你跟我們一樣醜 OK 你可以走遠一點嗎 再看一次 這個 黃哥不好意思啊 剛剛康哥看你玩笑 綜藝節目的主持人 所以就喜歡開玩笑 會不會緊張啊 尤其這位又是我們的台灣人 這位我要介紹一下 這個我跟他很熟 他來過台灣訪問過我兩次 我們要給他加油一下 哎呀鳳姐鳳姐 終於到你的地盤了 我們的節目今天好像下午才播過嘛 對不對 會緊張嗎 現在 還好啦 因為我已經跟後面幾位商量過了 那幾位年紀都滿大 想要讓給我 這笑話嗎 但是如果要讓 他們的嘴巴也很毒耶 他們這幾個 要讓的話你應該也要讓人家 你拿過幾次了 我去年才哪一次 真的啊 因為今年我本來是說 以為有一個去日本讀書更有機會 是… 怎麼知道來了三個 更強的 更強的 我跟你講你算好的 康康啊 從來都沒有入圍過什麼 綜藝節目主持人講 對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形象太差了 一周刊第二期封面就是他了 你是第一期封面 還敢說 還不敢叫學長 後面三個也要 這三個要不要 來…掌聲鼓勵一下 恭喜 恭喜… 幸虧… 幸虧… 希望有機會交流合作 對… 這三個比較不熟我們回去 沒有啦 時間到了啦 一直在畫圈圈 沒有 真的不知道是誰會得獎 來 來…你來宣布 最佳綜藝主持人獎 選一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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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的就是你們喊的 選一鳳小姐 冤枉我們真的不知道啦 冤枉 各位朋友 我們再熱烈掌聲恭喜一下 耶… 謝謝… 來 謝謝... 謝謝兩位司儀 還有班蔣議員 我答應過路講 我不會哭的 但是因為我的好朋友跟我講 我也摔了這麼多年 該拿拿獎了 但是我必須要講的就是 今天我在要上台前 我們的阿傑 我跟他講說 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有拿過獎 我不管讀書 運動 畫圖 演講 作文 也都不會拿獎 阿傑說他很會拿獎 他把雙手打開 貼著我的胸 說傳給你 傳給你 傳給你 真的是謝謝你 我在講一個最佳的主持人獎 這個獎項最重要的就是 體現出一個主持人的風度 跟我們之間的友情 同時我要謝謝 原來就是你的製作組 有裴琴 雷西 還有我們的... 還有我們的撰稿 當然我更要感謝鍾琴 因為沒有她故意地 裝得這麼笨拙 不會省得我這麼伶雅力士 謝謝你們 同時要謝謝公司 那我 這是我第一次上台 我最想要感謝的就是 我的家人 如果沒有她 我今天就不會站在這裡 那就是我的姨婆 陳銘利 謝謝你 姨媽 下次錄起一碰 謝謝各位觀眾兩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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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